大家好,今天我们聊一下这个报税 注册了美国公司之后,怎么报税 每年都要报,不管你有没有赚钱 基本上都是要报的 当然,如果你说你没有赚钱,也可以不报 但从美国,它是个信用社会 你最好是报,这样可以给你建立一个很好的信用记录 包括你的公司,给美国政府留下一个很好的记录 这也是很有用的,因为你毕竟将来可能还要找他们 找美国政府这边还要办事情什么的 你有一个很好的记录还是很好 所以说我们不管是赚钱还是亏钱都要去报税 每年都要报 好,那么接着讲一下 之前像我这个每个公司不一样 像我这种是注册最简单的 叫Single Member LLC 就是一个人的注册的一个美国的一个LLC 叫Single Member LLC 这种是最简单的 那么这种最简单的公司 它报税要报哪几,哪几种呢 这个曾经呢,在曾经过去两年中呢 我也搞过,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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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呢,我基本上呢,就是报这几种 我就是,现在基本上就是 第一个报的就是要1040NR 因为你是外国人 外国人,而且你不是美国纳税居民 就是报这个1040NR 这是你个人的,你个人的一个税 第二个呢,你是要再报一个叫1040NR的一个Schedule E 1040NR的一个副表叫Schedule E 然后呢,再要报一个1040NR的副表叫Schedule C 然后呢,再报一个1040NR的副表叫Schedule SE 总共呢,就是报这个四张表 我是这样的,我是报了这四张表 当然可能不同的人 他觉得,哎,我不是报的1040NR 我是报的别的,那也是可以 也是可以,它不同的人,不同的做法 那么我这边研究了半天 我觉得还是1040NR 这个是最简单的报法 因为公司形式最简单 你就如果去报什么5472什么什么形式 那我以前也搞过 但是我觉得现在最简单的Single Member LLC 这种最简单的美国公司 就是报1040NR 再加Schedule E 再加Schedule C 再加Schedule SE 就这四个 好,那么报好之后呢 那么因为有的人说可以网上传过去 但是呢,我研究了一下 几个网络传输的这个渠道都不行 都不行 一个呢,因为我没有盈利 没有盈利的话呢 不能通过E-File去 在网上报 然后呢,我这个呢 又是一个什么 是外国人NR NR呢,又不能通过另一个渠道 所以最后呢,我是寄信 去年我就是寄信的 我是寄信寄到 美国的IIS 寄到美国国税局去 那么今年呢,也是寄信 那么寄信呢,其实因为这个 如果你能不在美国呢 这个跨国邮件寄费也是蛮厉害的 有的就要寄费 如果你是叫什么联邦快递 至少一百多美元 不管你这个包裹有多重 就算是放几张纸 寄过去可能也要一百美元 因此呢,我们想最减 把这个寄信的成本压到最低 怎么办呢 那最好的办法就是说 你这个,你能不在美国 但是你这个信呢 在美国去打印 怎么办呢 把这个四个表格做好了之后 存在这个电脑里 然后呢,找到一个 这里有一个服务 叫LetterStream LetterStream 它呢,可以帮你去打印 它可以帮你打印 它可以帮你打印 就是用这个LetterStream 它可以帮你打印 它帮你打印出来之后呢 然后它再帮你 把这个信呢 放到信封里 然后给你贴上邮票 再寄走 那么这整个一顿操作下来呢 我花的是2.45美元 就这两个美元 两个美元 就是因为 为什么便宜呢 因为它是在美国打印 从美国寄到美国 相当于是没有跨国 如果你是从中国寄到美国 那邮费肯定不止两美元 对吧 那么这是最便宜 这是我自己研究的 找到了一个服务 如果你找到其他服务 也可以 如果你托朋友 帮你打印也可以 那么这个 这里呢 它有这个价钱 它有价钱 它说呢 这个是 一封信 什么 一个美元 至少一美元起 那么如果你这个信的 里面子比较多 那么像我这个子比较多 可能有8张子 10张子 10张子的话呢 可能 可能就是两个美元吧 就这样子 总的来讲 就是说我花两个多美元 就把这个报税的事情 就搞定了 自己填表 表格从IRS那边下载下来 IRS官网那边 把这些表格下载下来 全都下载下来之后 自己填 自己填 自己填完之后 然后到刚刚那个 帮你打印 在美国打印 然后在美国再寄过去 总共花两个美元 就搞定 这是我的 这个一个分享 那么 我这种做法行不行 好不好 那么欢迎大家批评 讨论 也有可能有人说 我这样做的不对 或者做的不好 大家有什么意见 都可以 跟我多交流吧 我的这个 微信号啊什么的 都在下面 大家可以 好 今天就聊之前 拜拜 拜拜